生命之书 365天的静心冥想 作者克里希纳穆提 无法限量的心 个人产生转化才能带来世界的转变 因为自我就是人类整体存在过程的一部分 若想转化自己 必须认识自己 缺少对自己的认识 你不可能有正确的思想 也不可能产生任何转变 你必须如实地认识自己 而不是希望自己能变成别的模样 后者只是虚而不实的理想罢了 认识自己需要极为警醒的心智 因为你每一个当下都在不断地改变 跟得上心念的变化 你就不会受制于任何教条 信仰或特定的行为模式 你必须有觉知才能认识自己 一颗警醒的心 是没有陷入为主的信仰或理想的 因为信仰或理想 只会使你扭曲真实的觉知 假如你想知道自己的真相是什么 就不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与真相不符的东西 譬如 我很贪婪 赞度 内心充满着暴力 那么一味地把自己想象成不贪婪 不暴力 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 毫不扭曲地了解自己的真相 不论美或丑 散或不善 便是美德的开始 美德是最重要的一种品质 因为它会带来解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